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下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包含了要求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 就加强台军战备提交评估和计划等等涉华的消极条款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回应称 中方已经多次就此表明立场 并且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对于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通过并签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法案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陆康同时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联合博弈理念 正确客观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得实施有关涉华消极条款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损害